大家好,我是Charles,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博狗亚洲在现场为玩家举办的APT2012年澳门战的资格赛的冠军 当我到达澳门下飞机的时候呢,有很多博狗的工作人员来到机场接我 他们为我安排了一辆家常的豪华教授,真的很漂亮 主店的路上呢,因为我是第一次到澳门,所以博狗公司特意为我安排了一条比较容易观光的路线 我住在轿车里面,看着周围的风景,感觉澳门真的很漂亮 在我们办理了入住手续以后呢,在大家指引下,我便来到了我自己的房间 我推开门进到房间以后呢,我发现这间房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宽敞 有一座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然后里边的设施非常的齐全,住在这里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去星际酒店参加比赛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去星际酒店参加比赛的时候 昨天那辆豪华的轿车呢,又停在了酒店的门前等我 然后当我打开车门,要走进车的时候呢 我又发现了博狗为我准备的另外一个惊喜 哇,surprise! Congratulations! 恭喜恭喜! 我很意外地发现博狗扑克的签约排手这段也坐在这辆车子的里面 当我进入这辆车子的时候呢,它对我表示非常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因为这段是懂中文的,所以我跟它交流起来非常非常的顺畅 我们在车里边聊了很多很多,包括扑克呀,生活呀,非常非常多 我们聊得非常非常开心 之前呢,只是在视频上看到过这段 没有想到真的有机会和它面对面的聊天 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打扑克的? 最早可以聚触到两年以前,大概是110年的时候 最开始接触德州扑克是因为有一部电影 是我想你应该看过是由马拉克达蒙主演的独王之王 Runders 看过这部电影以后就是知道了有这个游戏 然后对它有一些了解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类似的平台和机会 就没有去玩 然后后来在我们那里就是有一些平台会推出一些类似的游戏 然后经过朋友介绍就在上面玩一玩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逐渐地开始接触到这个舞台 我也是从电视上看到,然后喜欢打上扑克的 也是这部电影吗? 不是这部电影 我是看电视上的比赛 哦,比赛比赛 当轿车到达星期九店的时候呢 我和接待两个人就一起下了轿车 走进了星期九店 我们互相祝福 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去参加APT这个比赛 我在之前呢只参加过线上的比赛 这是我第一次到线下现场来打比赛 而且是参加像APT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赛事 里面的高手非常多 开始的时候呢我的心情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当我真正坐在排桌上的时候呢 我感觉心情特别的平静 精神特别的放松 对于这次比赛呢我做了精心的准备 制定出了几套对我有利的策略 并且我也根据场上的形式不断在改变我的策略 虽然这次比赛呢我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但是我觉得我也发挥出了我自己应该有的水平 比赛虽然有一些遗憾 但是对这次旅途我还是感觉到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有博狗公司对我精心的安排 和许多博狗的同事们对我精心的照顾 我非常感谢博狗公司和这些支持我关心我的人 我以后会做的更好 希望有机会和博狗公司再次合作